5月22日袁隆平院士去世了 举国哀悼 微博关于袁院士的热搜一个接着一个 加上其他相关话题 阅读量至少过百亿 这还仅仅是微博一个平台 在长沙街头 当袁隆平的林车路过 群众用气敌秦明和高喊袁爷爷 一路走好 来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 当袁隆平院士的林车驶出医院 长沙街头齐生鸣笛 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 群众自发送别袁隆平 高喊袁爷爷 一路走好 袁隆平所获得的崇高地位 再次说明了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袁隆平的社会价值 历史价值 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获得如此肯定 也让我们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扭转 一个国家 只有把科学家放在崇高的位置上 青少年才能治愈科学 国家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 前些年 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还没跟上的时候 西方购和一些公知带路党一直在黑源隆平 说他搞转基因祸国殃民 说他生活奢靡等等 总之是想把中国的科学英雄给污化 好在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不可能允许这些歪风邪气长期刮来刮去 现在这些歪风邪气比较少见了 然而 哪怕这样 依然有人在元老逝世后 发微博侮辱他老人家 在这方面 还是天津网警速不快 已刑拘了一名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侮辱国家英雄元隆平院士的哗众蛆虫者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很显然这种极个别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像元隆平 这样伟大的人物 对中国 对人类的意义 那么 元隆平为什么那么伟大呢 我认为至少五个方面 一元隆平是中国人吃饱饭的恩人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我国闹饥荒饿死很多人 饿死人狠狠刺激了元隆平 他立志要帮助解决中国的吃饱饭的问题 他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 开创杂交水稻技术后 一次次的突破给中国解决温饱问题提供重要动力 从1976年开始 我国开始大规模推广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比常规稻平均增产20%左右 到了80年代末我国大部分稻田都种上了元隆平的杂交水稻 元隆平为我国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有人曾经风趣的 说中国农民吃饭靠两瓶 一是靠邓小平的责任制 二是靠元隆平的杂交水稻 到2006年止 我国推广种植杂交水稻56亿多亩 增加稻谷5200多亿公斤 近年来 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约2.4亿亩 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多万人口 这是对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的 未来水来养活中国的有力回答 元隆平是中国人吃饱饭的恩人 他当然是伟大的 二元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是全人类的恩人 元隆平不但帮助中国人吃饱了饭 也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吃饱饭 非洲有50多个国家在种植元隆平的杂交道 还有诸如越南 菲律宾等很多发展中国家 都在种植杂交道 杂交道因为产量大 让更多的人吃饱饭 全世界粗略统计数以十亿计 人能吃饱饭 战争就会少一些 和平就会多一些 就会少饿死一些人 少很多人道主义灾难 可以说 元隆平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 他是全人类的恩人 这样的人当然是伟大 三 元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 使得我国粮食安全在战略上处于绝对主动 有人说 我们现在好像很少吃到杂交水稻了 是的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对水稻的口感要求高了 而且大米可以进口 替代粮也挺多 所以现在我国种植杂交水稻的稻田少了 但是 这并不妨碍元隆平杂交水稻技术的突破 对国家的战略意义 元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 最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道三优一号 2020年做双季晚稻种植 平均母产达911.7公斤 加上第二代杂交早稻道母产619.06公斤 全年母产达1530.76公斤 一般的水稻 一年母产6700公斤就不错了 而元隆平的杂交水稻 是普通水稻母产的两倍 和平年代我们可以 约爱进口粮食来补充我们供给 那么如果暂时呢 敌国一旦封锁我国粮食进口 我们就可以通过种植杂交水稻 来达到短期内的亩产飙升 从而解决粮食问题 元隆平 是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绝对保障 有了元隆平院士开创的杂交水稻 我们在与对手博弈时 就少了一个掣肘因素 就更有底气与对手较量 所以说元隆平的杂交水稻 技术和原子弹技术 在战略上具有同等价值是客观的 我们今天能安心吃好吃的大米 是因为有元隆平的杂交水稻给我们垫底和撑腰 四元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创造一个个新突破 元隆平是不会研究好吃的水稻吗 当然不是 元隆平之所以追求产量 是因为现在产量对国家 对人类来说 更有意义和价值 所以它过去才主攻产量而非口感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粮食进口量连年暴涨 稻米、大豆、高粱 油菜籽进口量全球第一 进口粮食占粮食总量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然而 盐碱地的问题成为我国的粮食安全的隐患 美国人看准这一点 独自利用中国大量的盐碱地 无法进行种植和庞大需求 对我国进行讹诈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元隆平院是不但公关水稻产量 还针对性的公关海水稻 所谓海水稻就是在盐碱地上种出水稻 我国的土地问题十分严峻 光盐碱化土地面积就有14亿亩多 土地盐碱化后 盟业种植变得非常困难 盟作物产量非常低 元隆平团队研发的海水稻 现在已经亩产超过了400公斤 我国的盐碱地有2亿亩可以种植海水稻 这样打出来的大米就能多养活2亿人 而水稻能在盐碱地上种 就能为我们节约优质土地 至2亿多亩 国家就可以拿出更多土地 搞发展和建设 这对国家的意义是战略性的 现在元隆平团队不但公关水稻产量 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口感进军 也就是说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 改善杂交水稻的口感 大家可以想象 以现在杂交水稻的产量 如果口感改善了 到盐又都是口感好的杂交水稻 那将会增产多少粮食 多养活多少人 我们的生活成本能降低多少 这对国家 对人民 对经济的意义 是什么不言而喻 五是元隆平的弟子变天下 元隆平不仅仅开创的杂交水稻技术厉害 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很多杂交水稻人才 他开创了一门学科 杂交水稻学 这一学科让中国在粮食安全领域 处于绝对的优势位置 元隆平不但培养了中国的杂交水稻人才 还给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培养了五百多名人才 上述贡献 马帕取得其中一项中的一部分 就是牛人中的牛人了 但元隆平竟然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他当然是科技伟人 与任何一位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站在一起 他都是可以平视的 对于元隆平这样的人民科学家 人民当然敬仰 人民当然爱戴 人民当然会铭记 元隆平逝世后 联合国发门悼念 元隆平愿是为推荐粮食安全 消除贫困 造福民生做出了杰出贡献 国事无双一路走好 元隆平明满天下 但在生活中 他只是一个可爱而平凡小老头 没有架子 也不讲究待遇 老百姓对元隆平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长沙如此多自发的送行人 说明中国人民是最懂得尊重知识分子的 之前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在网上抱怨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分子 他们是眼睛失明了吗 他们为什么被群众唾弃 心里没有数 一个劲的自辱自贱 一个劲的给反华势力递刀 一个劲的配合外敌攻击中国 有的还在三尺讲台上放毒 网友不骂你们骂谁 谁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里 谁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 谁用研究成果造福于民 谁就会得到人民的尊重 中国人发满药丹在自己的手中 要装着自己的粮食 愿元也一路走好 小学生 因为你 opposition帮行过也不用衣 稍兴 However, we continue 出秩馆的 您只是侍和 出积出稿 蜡了 好的 effort 动 trigg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